看到贾秀泉带领的中国女足磕磕巴巴的比赛 更加让很多女足的球迷想念曾经的 坑枪玫瑰黄金一代 要知道那一代人不仅仅让亚洲对手闻风丧胆 他们更是取得了世界杯第二名的成绩 而说到黄金一代就不得不说到这只 球队的核心球员孙文 孙文出生于1973年 上海妹子 8岁 孙文第一次接触足球 这个男孩子的最爱也成为了他为之 顿斗一生的最爱 12岁 优秀的天赋和水平让孙文开始了 自己的球员生涯 1990年 17岁的孙文更是进入了中国女足 他也开始了自己在国家队的表演 1999年 女子世界杯 孙文不仅带领中国女足杀入了决赛 自己也获得了世界杯最佳射手的称号 2000年 孙文获得了国际足联世界足球 小姐的荣誉称号 在俱乐部方面 孙文也是锐不可当 他多次入选最佳阵容和最佳射手称号 2003年 孙文成为了首个刘洋的女子足球运动员 他加盟了美国大联盟 在那个赛季 孙文出场18次 打进了4个球 可惜的是为了被占押运会和世界杯 离开了大联盟 随后因为伤病 孙文在2003年宣布退役 2003年退役后 孙文被安置在了上海体育局 相比很多运动员放弃试图 选择更加轻松的事业边 孙文走上了试图 他一度担任是体育局外事处副处长 主要负责对外联系 不过2009年 用孙文的话语说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足 孙文辞去了公职 选择成为自由身 2019年 孙文当选了中国足协的二把手 同时成为了上海市足球协会职委会成员 虽然职务听起来不少 可是因为脱离了体制 但凭这两个称号 孙文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十几万人民币 不过显然如今的孙文并不在乎这些 如果想赚钱的话 孙文只要接过国外俱乐部抛出的橄榄枝 她收入至少可以翻数倍 她之所以愿意脱离体制 就是想来到自己喜欢的岗位上 为中国女足多做一些贡献 比如说2021年10月 中国女足历史第一人就担任 中国女足新帅面是考官 孙文也用自己的能力和经验认真的为女足 挑选下一任的主帅 相信在未来女足发展的道路上 我们也能看到 那个曾经在赛场上发光的中国桑 会继续发光发热 阵放她的美丽